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今天是2018年9月20号,星期四 今天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吃的,什么好吃的呢? 因为各位看我之前的视频都知道,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在摩尔本,在澳大利亚玩了一个月 然后呢,回这个北京的时候呢,顺便去新加坡逛了一趟 那各位也知道,就是说新加坡的张仪机场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特别特别的时尚 就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如果呢,你在里面有时间逛一逛的话,你会买很多就是说,比如说化妆品啦,然后衣服啦,然后可能一些数码产品呢 还有一些可能whatever,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对吧 但今天我想讲一下,就是我在张仪机场买了什么东西呢?我买了一个吃的 这个吃的叫什么呢?各位来看一下 叫这个,叫Sorted X,OK,这个一个黄色的一个袋子 然后呢,它的一个标志呢,是个黑色的小鸭子 这个袋子两边的这个都一样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火呢?就是各位,如果你经过张仪机场的话 你会在2号航站楼到3号航站楼之间呢 就发现一个它的一个专柜 其实它并没有租一个那个那个那个真正的那个门面 只是说可能在张仪机场呢,就做了一个那个小推车那样的一个一个零食的一个摊位 然后呢,就在卖这种东西 然后有多火呢,我就得讲一下 就是说,一直都有很长的那个度在排队 就是说,一共就三个员工 然后呢,两个员工呢,负责收钱 一个员工呢,负责不断的去搬很多箱子过来 然后呢,把那个袋子拿出来 然后给,就是让这个顾客去选 而且顾客呢,基本上都没有时间去咨询说 没有时间去挑选说这个怎么怎么样 都是排完队之后,到那边就问要哪种口味,要什么什么东西,要几盒几盒 我看到很多旅客啊,包括全世界各地的旅客 每个人推一个那个行李车,对吧 装行李车,装行李的架子 然后呢,上面都有一个这个黄色的这个袋子 因为坦白讲,我不是很了解嘛,对吧 所以呢,我就买了大概这样的一个袋子装了 然后呢,其实很了解的,比如说 因为这个牌子特别火,在香港,在新加坡都特别火 比如说,就是在那个香港的海港产品有店,对吧 然后他们就买特别大的一个袋子,可能装好多袋东西 那这个你很好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可以先拿出来看一下 好,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像我们的经常吃的那个薯片一样的一个棚化食品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呢,是一个木薯的一个薯片 然后呢,这么大一袋,对吧 它还有什么东西呢,其实还有这种东西 还有这种的 这种是小袋的什么呢 这种是大袋,对吧 两个来对比一下 你看啊,一个大袋一个小袋 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吧 所以呢,我为了就是怎么讲,保险一点 因为我怕它不好吃,或者说不合我的口味 所以呢,我就买了两,只买了两袋 就没有买太多 然后呢,一个大袋一个小袋 然后呢,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它好像一共有三种口味,还是四种口味 但是轮到我去排队买完的时候呢 就这个,这个口味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只好拿了这个口味 这个口味是木薯口味 可能就跟薯片一样 这个呢,我现在已经开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包装 里面有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这个Potato 就是这个土豆 然后呢,还有这个Fish Skin 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那个鱼皮 各位你想想啊 鱼皮 就是我们通常可能很多人吃饭的时候 可能都不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人真的很会做生意啊 他们把这个鱼皮啊 然后呢,就是单独处理 给你炸了之后啊 就放在这个跟土豆片这个一块吃 然后第三种的就是木薯 木薯就是 刚刚才我拿这个大袋 对吧,木薯 这个木薯就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们先看看里面大概是什么样子啊 里面各位看一下 其实这个土豆倒很平常 对吧,土豆片就是我们平常碰这种薯条的很平常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这种东西 这可能有点碎了,对吧 这个 嗯,吃一下这个口味比较脆 但是呢,你们肯定没见过那个 那个,我找一个鱼皮啊 等一下 嗯 找到了 来 看到了吗 各位 就真的是我们平常抽的那种鱼皮 你可以看 这位可以看到啊 那个黑色的,对吧 然后呢,这边有白色的内容 对吧 然后呢 现在我来代替大家尝一下 你看鱼皮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嗯 嗯 什么味道呢 就是 各位 我们平常吃鱼 一般都不会吃鱼皮的啊 因为什么 因为比较腥 还有就是口感不是特别好 但这个鱼皮呢 它炸过 然后可能啊 放了一些他们这个什么 这种粉 那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可能就是酱 对吧 然后呢,可能类似 就类似于我们那个那个自然啊 那种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吃起来的味道呢 就有点这个,这个沙沙的感觉 然后呢,软软的 就是有点像那个那个 嗯,怎么讲 就是那个 爆米花在你嘴里的那种味道一样 好 各位可以去尝一下 坦白讲,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我就是后悔买的有点少 对吧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但我看了别人都买了 当时我就想买点东西 然后我就挑了这个买了 当时还买了一些其他的免税店 免税产品呢 但是其他免税产品 坦白讲 在我之前那个免税那个地方呢 都已经介绍过了 对吧 这个呢是我 买回来之后一直没想到 然后今天突然想了 打开吃一下 然后呢就突然想了这东西 给我再看一下 这有鱼皮 OK 好 嗯 还是那种沙沙的口感 OK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所以呢各位 如果 你有机会去到新加坡 去到香港的话 可以考虑买点 对吧 带给你的这个朋友 带给你的家人来尝一尝 就是这个这个小黑色小鸭子 对吧 然后呢叫Salted Egg OK 然后呢反正这个 黄色呢 真的挺挺扎眼的 而且你去买的话呢 就是我之前不知道 所以呢 我就是可能比较保守一点 如果你去买的话呢 我希望你可以呢 大胆一点 对吧买多一点 因为它它还有四种口味吧 每种口味都买很多袋 对吧 你可以买个最多袋子 然后呢 拿回来吃 大袋就是这样子 OK 大袋是一共是 嗯 这个是多少克呀 200 对 230克 对230克 然后呢 小袋这边是105克 小袋这边是105克 然后呢 这边各位可以在后面看到 Made in Singapore 对吧 就是新加坡产的这个这个零食 应该特别有名的 然后呢 我在网上有查过 这个应该是属于这种网红零食啊 所以各位可以去去体验一下 OK 好 那今天和各位小伙伴分享内容就到这里吧 这是一期特别的节目 因为之前我们都聊一些其他话题 今天聊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吃东西 各位小伙伴希望你们能好好享受这个视频 拜拜